如何出六道轮回呢 是让我也统统放下 恢复自己的清净心 回归自己的本性就成佛了 六道也不见了 舍法界也不见了 那么这些事情 思 理 真相 只有佛讲得透彻 讲得明白 现在科学也讲 这修也讲 只能讲一部分 讲得不彻底 我们学了总有疑惑 疑惑没办法解除 佛经能帮助我们 解除以后 依照佛经的方法修行 能够证明 证明佛所讲的是证明的 不是讲的 你确实有能力 把无量的烦恼 转变成无量的智慧 把一切造作 再转回成无量的功德 国报 现在你看 把夜正法界变成六道轮回 我们读这个书 极乐世界这么好 这是向好啊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迷了 信心从哪里见 佛法信心最难 信心第一个 相信自己本来是福 相信自己本有如来智慧的相 第一个信心从这几 那修佛呢 修佛恢复 我把我的丢掉东西找回来 决定找到回来 为什么 没有丢掉 只是迷了的变质了 一觉悟 他就恢复正常 就这么回事 修佛主要目的也就在此地 不是为别的 恢复自己 本性 本具的智慧的相 如此而已 所以佛法成内修 佛经成内典 向内求不向外 外面没有东西 用什么方法去 用戒定慧 这三个方法 戒是什么 守住 释迦佛讲的这些方法 一定要随顺这个方法去做 这叫戒 那么佛叫我们不能做的 决定不要去做 叫我们做的 就认真 努力去做 我都会用戒定 主要 我都会用戒定 我可以用戒定 我 感谢观看